您知道女人其实是有两种年龄的吗? 一种是由皱纹来判断,而另一种是隐藏在内心的真实年龄。 Regenerous Serum是Ole全新突破。 它不但能呵护您的皮肤表层,而且能修复肌肤表层细胞。 即使是最顽固的皱纹,也能明显地去除。 重现您更新,更年轻的亮丽肌肤。 Ole全新的Regenerous Serum,让你更疼爱你的肌肤。 Ole全新的Regenerous Serum Ole全新的Groene 扶你来过一个太平年。 我的花朵经过充分滋养,多漂亮! 护肤的道理也一样,所以我坚持要为肌肤提供充分的养分。 含有十倍Patera的SK-2 Facial Treatment Mask 为您的肌肤提供所需的养分 由内到外为您提供深层滋润 展现晶莹剔透的肌肤 养分好像不停地被砰砰砰打进肌肤深层 用完一次看起来就已经年轻一些 SK-2护肤面膜 带着农历新年都喝F&M 就可以赢取更多的奖点 这边 还有欧洲旅游呢 请急参加F&M刺销 Boss Bottle Fragrance for Men 走在世界时尚尖端的女性 只需要一种能对抗岁月痕迹的滋润霜 Ole Totally Facts 是时尚都市女性最为信赖的第一选择 因为她能对抗七种岁月痕迹 Ole Totally Facts 让你更疼爱你的肌肤 好 那现在马上就要看一下长辈级的方先生 她的心跳会不会控制得比其他的挑战者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她的心跳指标是落在96左右 还相当的稳定啊 那第一道题目我们会有50%的这个跳动空间 所以她第一道的这个红线指标 会落在149 149左右 好 那第一道题目之前 我们还是一如往长线送给这个方先生啊 500零级的这个奖金 而第一道题目本身也同样是500零级 所以如果待会完成题目以后 将会累积到1000零级的这个奖金的 好 马上要开始的是我们第一道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她可以选择的答案由 叉之百里 叉之千里 叉之万里 叉之一里 请问 谚语 是字好里 下一句是 来 这个方先生 你现在的心跳是允许你作答的 你如果经过思考以后 决定以后 可以马上把你的答案告诉我 叉之千里 叉之千里 答案是正确的 好 那刚才有点犹豫哦 那现在总算把问题给解决了 那现在马上看一下 她第二道题目的心跳指数 是落在一百左右 一百 好 第二道题目 我们将会递减 百分之五的这个红线指标 所以这一期的红线指标 会落在 一百四十四 那目前累计的奖金是一千零级 第二道题目 价值是七百五十零级 好 方先生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第二道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选择的答案有 大西洋 太平洋 印度洋 北冰洋 请问 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是 方先生 你目前的心跳 还是允许你作答的 所以如果你有答案的话 可以马上告诉我 太平洋 太平洋 答案是正确的 好 这一集听起来反而比较有信心了 那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两道题目 看起来目前的心跳也处得相当不错 那不过在进入第三道题目之前 我们要进入的是我们停心跳的这个环节 所以方先生你要注意 待会儿你不可以闭上你的眼睛 好 这个时候马上要进入的 就是我们的 Hot Stopper 时间到 果然是惊艳老道 刚才我们发现方先生一直在盯紧那条蛇 但是他的心跳却反而没有下降 那这个时候马上看一下 他目前的这个心跳指数是在多少 目前心跳指数落在96左右 好 那这道题目 红线指标同样会下降5% 所以这一集的红线指标会落在139 139 第三道题目是一集图像题 价值是1000零级 目前累积奖金去到1750零级了 好 方先生请盯紧我们的荧光幕 待会儿在图像之后 马上我就会发问这个问题 马上进入我们的图像题 好 那在我念这个答案之前呢 首先提醒方先生 待会儿如果你的这个指标是超越红线的话 我们将会以每秒钟30零级 来扣除你的这个奖金的 好 马上看一下图像题的答案由 一 三 五 七 请问图三有几支手工刀 来 方先生你现在心跳可以作答 请你告诉我 你的选择是 三 三 三 那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否正确 没错 答案是正确的 X-PAC 又有一项有趣的服务 My favorite 是为长波号码而是 这是My favorite tool For my favorite aid的家人朋友 很酷对吗 要启用My favorite 输入SAV Transomge 288882 婆婆是我最近爱的人 公公事事后 我们突然间变得再无产生 她说别担心 吃得苦 看得开 有爱心 就可以了 我叫婆婆不要给我红包 我叫婆婆不要给我红包 婆婆当然不肯 如果他们感到有到公主 店员 婆婆 任劳 任怨 ell Tr Dutch 能不止实时那么开朗 大温情 尊民 和爱心 他在人间 我不是 第一 那回新年,我用小小心翼來表達我對伯伯的愛, 直到今天,我還記得他說,別擔心,吃得苦,看得開,有愛心就可以了。 非常好,那這個時候已經來到第三道題目了。 我想,江真的是老的辣,來到這個時候,已經累積的獎金目前是有2750零吉,2750零吉。 好,方先生來到這個階段,你有這樣的選擇權去固定你的獎金。 那固定以後,如果待會你答錯的話,你還可以把累積的獎金帶回家。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在下一題或者再下一題,來固定你自己的獎金的。 這個時候,就看一下我們方先生經過思考以後,他的決定是什麼。 來,方先生告訴我。 固定,固定,固定獎金。 決定固定,好,我們固定獎金。 好,固定的獎金是2750零吉。 馬上要進入的是我們第四道的題目。 那這個時候,先來看一下他的心跳的狀況是怎麼樣。 目前心跳比方才升了一點點,那現在是101左右,101左右。 這道題目同樣會遞減5%的紅線指標,那紅線指標目前是134。 好,這道題目是價值1500零吉的題目。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答案的選擇由 紅,紅,藍,黑,黃,請問CMYK是四種顏色的簡稱。 K是代表什麼? 來,方先生,你目前心跳在103,你是可以作答。 當然也可以用這個時間來進行一些思考的。 黃,粉? 黃色。 黃色。 答案是錯誤的。 正確的答案是黑色。 很可惜啊,這個方先生本身不是做印刷的。 如果是做印刷的朋友,應該非常了解 CNYK是四種顏色的代表。 而可以代表黑色。 好,不過無論如何,恭喜你, sunlight 你現在 occasionally 一起可以帶 seç swallowed 两千七百五十零级 还满意吗 OK 谢谢 非常满意了对不对 好 非常谢谢你的赞誉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的注册 今天的节目又要告一个段落了 那下一集同样的时段 同样的频道 我将会在这里等着您 我们再见